終於就要來了 但誰說不到 肩並著肩 沾穩 我們用心和用愛 重造 讓新的世界誕生 在我心中 我知道 各位好 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昨天在 錄實況的時候 剛好就有一場地震 因為當下我並沒有想到這麼多 沒想到事後一看新聞 這個嚴重性是這麼的大 花蓮地方的很多東西都已經倒塌了 也覺得說應該要有一些 溫暖給這個社會 如果你身邊可能剛好也有花蓮的朋友 那也可能你就打個電話 問候一下他們的狀況 我昨天第一時間就已經 跟我一個花蓮的一個朋友 有這個聯繫 那他們的說法是說 市區是稍微的比較嚴重一點 然後當下的瞬間就已經什麼冰箱 還有那些櫃子都已經翻掉了 然後有斷水的一個現象 然後大概在兩點 昨天兩點多 花蓮線就直接宣布這個停班停課了 對 那 雖然就是有一點這個 有一點覺得 就是有一點人生有一點無常的感覺 就是我可能還在開心打遊戲王的時候 沒想到下一瞬間就發生這種事情 對 還是覺得有一些 有一些難過 那 希望 各位 的 朋友們都沒有事情 然後 受困的人都可以這個 在第一時間被找到 好 那 不管就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還是要來介紹牌組 好 那等一下就進入到我們介紹牌組的頁面 各位好 我是浣熊哥 浣熊哥又來介紹牌組啦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 稱為 岩屬植物強攻流 簡單易懂的名稱 利用岩屬性的植物組怪獸 做一個強攻的動作 那 技能搭配我們三則大地侵略的火 那自從改版 上次更新之後 侵略的火只要 三千點以下的生命點數 就可以發動 那可以讓你全場的岩屬性怪獸 終極力增加500 簡單來講 就是你幾乎只要被打一下 或者是你自己消耗一千就可以發動了 這個發動的這個 門檻降低了很多 好 那這副牌要怎麼玩呢 主力怪是我們的 雞葵瑪麗娜和我們的 芳香巫師 那搭配侵略的火 加500 2900 8加500 3300 2400 2900 所以攻擊力是蠻可觀的 那怎麼去操作呢 我們先看這兩隻的效果 雞葵瑪麗娜 大家常常忽略他的效果 因為 每次用雞葵瑪麗娜 大部分都是利用我們的 這個 薔薇獵人做一個特招 所以大家就會把重心都放在 他不怕陷阱卡 那其實他的效果也很好 那他的效果是什麼 只要這隻場上 雞葵瑪麗娜在場上表測 表示 那你旁邊如果擺一隻植物族 那這隻植物族如果被破壞 不論是戰鬥破壞或效果破壞 就可以用雞葵瑪麗娜的效果 炸對方一張牌 簡單來講 瑪麗娜旁邊如果擺一隻搶威獵人 搶威獵人如果被打死 那就可以發動雞葵瑪麗娜效果 去炸對方的一張牌 好所以我覺得大家常常忽略 因為他攻擊力太高了 可能你不打他 你打旁邊那一隻 但是打旁邊那一隻就會造成 我們可以發動這個效果 很好用 好那這隻是我們的芳香巫師 是我們的卡片交易商的牌 那這副牌大部分都是卡片交易商買的 對應該只有嚴格死神 和我們的殺成騎士 這兩隻不是啦 好那這張牌的效果有兩個 第一個我們的生命值如果高於對方 那植物族在攻擊的時候 可以穿刺他的防禦力 第二個一回合一次 他可以只要我們的生命值有回復 那我們的攻擊力守備力就會上升1000點 好那這樣看下來 我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感覺 那我先講怎麼召喚 我再講要怎麼搭配 對那召喚的方法有兩種 第一個是利用死皇帝靈幕 第二個是用我們的薔薇獵人 那為什麼投入死皇帝靈幕呢 因為自己在側牌的時候發現 用薔薇獵人招遊的時候真的太慢了 因為 你必須先讓他進幕 進幕又要等到下一回合 那這樣子就很容易造成你很容易就被別人打很多 對所以我覺得再加上他又很容易卡手 因為三張八星兩張六星 那你手上又要進幕 那你卡手卡一大堆那很麻煩 所以我就投入兩張死皇帝靈幕 順便 死皇帝靈幕的效果就是 你會扣你的生命點一千 那你扣一千就達到這個侵略的火的條件 就可以順便發動侵略的火 好 那第二個的招法是用我們的薔薇獵人 那薔薇獵人 我最新研究的是 薔薇獵人先丟場上 然後利用敵人控制器拉過來 那薔薇獵人進幕就可以特招 那特招出來的不怕陷阱卡 那如果對方開分段 那他自己的怪就會受傷 那我們自己也不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不錯用 那這時候還有一個通招的機會 就可以看你要用靈幕 還是用那個直接把對方升級召喚都可以 這是我覺得不錯的搭配 所以薔薇獵人配控制器還不錯用 對 好 那 那 投入殺成騎士這張卡 是要讓他地屬性怪獸進幕 讓我們的薔薇獵人趕快進幕 就可以直接用我們的特殊召喚 那用薔薇獵人造出來的是不怕陷阱卡的 所以非常的好用 好 那這副牌 還投入了兩張關鍵卡 第一張是 破壞性藥劑 好 那 應該就只有一張啦 那剩下的像什麼巨大土瓶草 這個嚴格死神就是用來衝攻擊力 還有抵擋用的植物族 那破壞性藥劑 為什麼 可以跟這副牌做搭配呢 因為第一個 這兩張牌互搭 如果同時你已經造出 雞魁瑪莉娜跟芳香巫師都在場上 那這兩張卡就可以用破壞性藥劑互搭 大家不要覺得好像很難招 那其實不會很難招 因為 你鱗木 可以招 一次之後 你再用薔薇獵人特招 幾乎很容易這兩隻都同時在場 那怎麼做搭配呢 舉例 我可以先用雞魁瑪莉娜 做一個攻擊的動作 那雞魁瑪莉娜 打完之後 芳香巫師還沒打嘛 對不對 那這時候如果對方 沒什麼後彈 你就可以用 破壞性藥劑 把雞魁瑪莉娜炸掉 那炸掉回血的時候 我們攻擊力就增加一千 變三千四 那就直接攻擊他 應該就很容易死了 那第二個你也可以這樣搭配 我可以先用這個 芳香巫師性情攻擊 那攻擊完之後 我利用 破壞性藥劑把芳香巫師炸掉 那這時候場上的雞魁瑪莉娜 就會被觸發效果 因為有怪獸被破壞 那怪獸被破壞 這時候就可以直接 就是炸對方的一張牌 那雞魁瑪莉娜又可以再攻擊 所以這兩張牌互相搭配 我覺得還不錯 那但是投入三張我覺得有點多 那就各位自己斟酌 好那我們就直接打幾場實戰 應該說直接看幾場回放再打實戰 然後應該會比較清楚 Let's go 來第一場對上我們的明日香 喔明日香身材很好喔 來吧 來儀式大師 那應該就是一個電子天使套路啦 來我們一開始先把它蓋上去 破壞性用機開上去 來對上來一個音速鳥 馬上減速 喔是他是用圓珠的交換喔 就是那個鳥的那個牌啊 好那我們死皇帝鈴木先下 來直接通常抓好我們的芳香巫師 然後因為死皇帝鈴木的效果 我們扣一千之後 剛好滿足這個 這個侵略的火 好那攻擊力加500 來我們先撞他 這時候我們把芳香 這個破壞性藥劑打開 這時候我們可以先回1850的血 那因為 我們回血發動芳香巫師的這個效果 我們就可以增加一千的攻擊力 直接OT給 好這場非常的快 好那配合破壞性藥劑 就變成說你在撞的時候可以 那一隻撞完之後 再把它炸掉灰蟹之後 再提高一千的攻擊力 也不錯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場 來帶上我們的孔雀舞 來啦 喔三澤的臉好方喔 他那個下巴很厲害 好來對方來一個神鷹女郎 喔馬上來個萬花鏡 哇咧 直接叫這個 神鷹三批姐妹 三批姐妹到場上 有一種 強烈的氣勢啊 在搭配狩獵場 好來我們這個 沙塵騎士先蓋好 來沙塵騎士 反轉的時候 丟一隻薔薇獵人到墓地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特招啦 好強威獵人特招 來 吸魁瑪麗娜 先下侵略的火打開 三千三的攻擊力 好來被一個分段 不過沒關係 我們控制齊拉過來 免得等一下扣很多血 來撞爆他 水 喔又又一隻神鷹女郎 他要炸我的場地了 被炸爆啦 結果直接 炸完然後直接撞我是怎麼樣 不過沒關係 自己的選擇 沒關係啦 我覺得這樣還比投降好 我覺得 投降有的時候 沒有撞到 沒有看到那種 勝利的那種感覺 生命歸零的感覺 會有一點沒那麼開心 好來我們來看下一場 來對上我們的教授 那我其實看那個動畫 前期很討厭教授 後期覺得教授 真的是一個蠻棒的一個老師啦 不知道你有沒有跟我一樣 有一樣的想法呢 來吧 來蓋好蓋滿 他現在蓋的這一隻是 不知道是什麼 好 來我們這個巨大土瓶草 喔來個食人蟲 那昨天發的一部影片 有玩家反應說 那個本體 那個 食人蟲才是本體 那因為那時候 剛好 剛好 一堆蟲都先抽到 我是要抽分段啦 好 好來我們這個 薔薇獵人先把它蓋上去 然後要被封了 不過沒關係 喔 這個血量已經很恐怖了 好來 利用薔薇獵人 來特招我們的 激魁瑪麗娜 好侵略的火 哇 那他沒有發 因為代表他應該知道 我們 不怕陷阱卡 所以我猜那兩張應該都是陷阱卡 好那他撞我們 來這裡大家注意囉 第一個反轉效果發動 可以丟我們的薔薇獵人 第二個 激魁瑪麗娜 跟我們的這隻 殺生騎士 同時在場 對 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不會被破壞 因為殺生騎士 不是植物族 那如果我再丟一隻植物族 他撞我們 他就要小心了 好 那我們不怕陷阱卡 撞爆他 好 對方為什麼完全沒開 是放棄了嗎 理論上應該會有分段啊 好 不過沒關係 好那我們再看 往下看囉 Let's go 好 像我們的硬和龍騎 恐龍強弓跟植物強弓 一個是我們是這個 沒有植物這種生產者 拿來你們這些消費者啊 對不對 PK啦 我家無腫瘤啦 好來我們薔薇獵人先給他蓋上去 敵人控制器先蓋好蓋滿 其實這裡 的combo 我比較傾向於 在我們回合把他拉過來 但是因為來不及了 那我又不想讓他戰鬥破壞 我又可以再拉一隻清魔獸 所以我就先決定這樣子 來我們用 薔薇獵人 直接特招我們的機會馬力娜 來幹爆他 來對方那時候 我一打馬上停頓 那這時候這張一定是分段 對啊 他還敢用攻擊狀態 然後 其他時間都沒有停頓 那這張一定就是分段了啦 好那我當然也不敢亂打啦 來土瓶草先蓋上去 先丟上去 來先撐一下 結果對方來給我一個預充 來這邊大家小心囉 那我說過 雞葵馬力娜的效果是 剛剛土瓶草在場上 這時候 雞葵馬力娜也在場上 那只要有一隻植物族在場上 除了雞葵馬力娜以外的 他撞過來 我們被破壞掉 我們就可以炸他一張牌 那各位要注意只能有一張喔 那自己也要小心 以後不要亂撞對方的另外一隻 因為你可能這隻撞不死 你就去撞另一隻 呵 那我就把他分段炸掉 那剩下就好處理了 好來控制器 先給他 先給他蓋上去 又來一張獄蟲 哇賽 真的很會耶 好來 薔薇獵人 那如果他等下敢打我的薔薇獵人 那他一樣GG 因為 因為我們只要被破壞 我們就可以 你看他沒有學乖 學到教訓 你看他炸 打我們 我們又可以炸他 所以我就直接炸他的這一隻青魔獸 好來發動侵略的火 來3300的攻擊力 再利用這個 那個薔薇獵人特招我們的 雞葵馬力娜 然後再把土瓶丟上去 那這時候來一個強攻 哇賽 所以這副白其實 搭配侵略的火 攻擊力3000以上 蠻客觀 蠻猛的啦 再加上 馬力娜又可以 機會馬力娜是可以 破壞對方的卡 然後 我們也可以跟他做那個 方向巫師做一個搭配都不錯 好 那我們就到天梯打幾場實戰 給各位看囉 好來對上我們的謎片 兄弟 沒有啦 放個謎片來吧 好來一開始 起手 還算OK 來搶威先丟 分段先丟 好 尾一波 不好等耶 有時候 打到這個就覺得有一點 不是很開心啊 抽個牌也要抽這麼久 一定就是可能剛好在做其他事情 然後也沒有限定抽牌時間有多久 就在那邊乾等 你看 現在氣氛多尷尬 來來抽起來抽起來了 恭喜恭喜 你看 有這麼難想嗎 時間都耗在這邊了啊 錄到現在一分多鐘 對方還沒出敗張牌 怎樣啊 出一張軍曹 有這麼難喔 真的是很傻眼 真的我覺得真的應該要限制一些秒數啦 你看說 給對方兩分鐘慢慢想 真的是太誇張了 看我剛剛打下來一分多鐘了 還才出一張牌 才出一張軍曹 趕快打一打 來對方直接撞我們的這一隻 來很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直接特招擊毀了 來抽牌 來控制器 好 那把強威獵人 特招我們的擊毀馬力娜 好出來吧 好 好 剛剛有點蕩蕩的 然後卡也要開不開的 真的是很煩 哇賽 地震 哇勒 各位有感覺到嗎 蠻大的捏 我要不要跑啊 不行 我要站到底 帥也太誇張了吧 打牌第一次 打這個 打這個天梯 這個 實戰第一次遇到地震 我還在搖欸 哇賽 這誇張這誇張 好像停了好像停了 哇太扯了吧 好 先撞爆他 有沒有看 最近 最那個啊 最近 最近夜的那個YouTuber 地震了還繼續幹 有沒有 好 好像已經 完全停了 好 OK 沒事沒事 各位 在看影片的觀眾 你們有沒有事 雖然 那個我應該是那個 明天才會發這一部啦 好 驚魂未定 還蠻晃的耶 我這裡是台北 台北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晃 讓我對方來個三星獎金 早點用嘛 不要拖這麼久嘛 來雷魔神來了 對方真的是慢到可以耶 我不知道 是我們耐性不夠還是怎麼樣 我想問問看 如果大家遇到這種 這麼龜宿的 能接受嗎 好 來抽牌 土瓶草 該來的還是要來 來準備收尾了啦 好 那他那張 有卡嗎 應該就不是分段了 對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好 那故意先調他 確認他 他的那張牌是什麼 那看起來不是分段 應該也不是控制器 好 那我們就直接拉過來 好 直接攻擊 喔 又開不開了 很痛苦耶 喔 1400 喔 打不死 差100 可惡 好 好 金幣消失 那我們應該是 勝率應該是蠻大的 哇賽 狙擊手 哇賽 丟了一隻 他可以炸我們前台 喔 水 三分之二的機率 完了要輸了 我們後面蓋的這張是分段嗎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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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 水 一定是那個啦 上天看到那個啦 我這個地震了 還這麼用心的在打牌 一定給我一些加持 好 那希望等一下隨便抽到一張可以逆轉 怪收卡 抽牌 直接投降 明明還有機會的嘛 好 這場對上我們的教授 come on 來吧 馬上對方開一個古代機械 好 好 又是這種的喔 這是快瘋掉了 想這麼久只蓋了一張牌 好來抽牌 好 那我們首先 先用我們的死皇帝鈴木嗎 好 來先招我們的機會馬力娜 嗯 好先招馬力娜 好來丟場上 那一定不是分段啦 卡成這樣應該是控制器啦 哇 線坑 好 那侵略的火就可以發動 那如果我先不發 等他等他來的時候 我們再幹他一波 好來禁閉先蓋好蓋滿 哇賽 巨人嗎 好險 只是狗 來吧 狗問問 要撞了要撞了 要撞了要撞了 喔 重力炮 衰 好 來撞過來吧 我們先不開啦 因為開也沒什麼用 因為我們沒辦法在這個 他戰鬥接 戰鬥步驟的時候開啊 好抽牌 水 就是這個感覺 好來 強威獵人丟場上 好用控制器把它拉過來 控制器 過來 過來過來 come on, baby 過來 過來 喔賽,金屬化魔法 這裝甲 好,那各位 他犯了一個 嚴重的錯誤 因为他已经装备重力炮了 所以他的重力炮是没有办法让他 就是作为这个对象的状况下 是没办法发动他的效果的 所以他的这张金属化魔法反射装甲 就被他自己的重力炮给弄掉了 就是原本他可以防我的魔法 就没办法防了 好那我们侵略了 我不用客气给他打开 直接来个OTK 所以各位自己要注意 重力炮跟魔法反射装甲装在一起的时候 就要自己要小心 好 爽 那这一副搭配新的岩属的植物组的这副牌 就推荐给各位去玩玩看啰 那之后应该会出很多芳香巫师系列的牌 那我们再把它组起来看有没有什么好的combo 那主要是因为芳香巫师跟机会玛丽娜和破坏性药剂 三者可以互相搭配 那通常我都是撞完之后再开 开完之后就可以 看你是要以芳香巫师为主 这样子把它炸掉我不但回血 我攻击力又加一千那就很好用 好那炸掉的同时 通常你的生命值就可能高过对方 那就可以破防也不错 好那这副牌 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玩玩看 那 之前我有在测试看能不能做一个直播啦 但是因为我实在电脑真的是有点烂 也跑不太动 而且我现在住的地方也不太适合用电脑 所以我在研究用手机看要怎么用 但是我是想把直播画面切成三格那一种 就像一般的那些实况大大的直播的画面 但是我用的那个程式好像不太可以 所以我现在还不稳定啦 那可能各位之后再等待咯 好那我是玩熊哥 如果喜欢我的牌组或想法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那如果你对我这个牌组 或者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想要留言想要讲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好那寒假快结束了 有寒假的朋友好好珍惜 寒假的朋友好好当苦力 各位再见